哈囉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陳黃鳳老師 歡迎來到我們的越南語發音基礎 今天第一課我想介紹給大家認識越南語的字母 不過首先我想讓大家認識越南語的來源 那越南語呈作為 現在大家看到這些就是我們現在 越南人在用的文字 那麼我們在很久以前 我們也是受中國文化影響 所以我們也使用漢字 那使用漢字了一段時間 越南人會發現 為什麼自己不能有自己的文字 所以那時候那些精英分子就開始想 我可以發明出自己的文字 所以從漢字那邊借過來很多 那個文字的那個部首 那所以開始把它結合 創造出一套所謂的 直農農農就是漢南字 漢是哪個漢呢?就是漢人的漢 那農就是口旁的這個南 所以就是漢南字 這個系統是借很多中文那邊過來 所以把它結合起來就像這樣子 你看這樣子就是我們所謂的漢南字 那大家看喔 你看得懂嗎?你知道的是什麼嗎? 欸?很多朋友跟我說 看了覺得好像是中文但是不懂的 沒錯!因為這個就是我們的 越南人講話的那個聲音 然後我們用文字呈現出來 所以這個漢南字呢 我們中文就不知道怎麼唸 但是我們越南人唸的就是vai 然後這個是me 那後來呢 第十七中葉 那時候法國殖民越南 你知道法國殖民越南多久? 一百年 所以法國殖民越南的時候 他們想要讓老百姓呢 能夠清發而不要清中 所以開始這些傳教士想傳教 那傳教的給老百姓的時候 他發現不是每一個越南老百姓 都會這個漢南字或是漢字 所謂的漢字或是漢字 都不是每個人都會 就是因為越南以前社會 也是受中國文化影響 就男性可以讀書 女性不能讀書 也沒有機會讀書 所以呢 可是呢 他們要傳教呢 通常都是一般的 就老百姓的大部分都是女性對吧 那所以呢 他就覺得不行 他一定要懂這個越文 他才有辦法懂這個漢南字 他才有辦法傳教給這些老百姓 所以他開始去學我們這些 他學我們這些 這個念vai 這個念me 所以他用什麼 他用羅馬拼音的拉丁字母文字 把它呈現出來 加了一些符號 表示是越南的不同聲調 所以這個字他寫是這樣 OK 你看 他用羅馬拼音的拉丁字母文字對吧 然後加上一些特殊的符號 然後呢 呈現出越南不同的聲調 這個符號 跟這個符號 是我們一般的在拉丁字母裡面 可能你看不到對嗎 但是在越南語裡面是有 是因為他呈現出不同的聲調 所以後來這個系統呢 真的非常的科學 所以尖尖尖尖尖尖 他就完整了 他這個對靠系統是被這些傳教士 一直整理整理出來 非常的完整 而且非常的科學 所以1910年 越南人就把他用作成官方語文 所以現在越南語就是對靠系統的 我們很少人認識這些了 那大家知道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嗎 其實他也很有科學 你看魚 這個是魚 這個是毛 魚的毛就是魚鱗的意思 魚鱗在越文是Vai 然後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女 一個女人 然後是美 美麗的女人 實際上美麗最美麗的女人就是媽媽 所以這個字就是美 美就是媽媽 所以越南語現在所使用的文字就是這個系統 就是這個系統 OK 所以你有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他有一些不同的符號 其實這些符號都有他自己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這個字如果沒有這個符號 那就是不一樣的意思了 這個字如果沒有這個符號 那也是不一樣的意思了 所以我們越南語現在要介紹給大家 就是這個系統這些文字這些樣子 那雖然看起來很像英文對吧 但是它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 那現在接下來接下來我要告訴大家 越南語的字母 你知道越南語有多少個字母嗎 它有29個字母 那麼其中它有母音和子音 那母音的部分大家有沒有看到在這邊 我有12個母音以及17個子音 12個母音以及17個子音 你一定要分辨清楚母音跟子音是不一樣的 當你知道它們不一樣的時候 你看到一個字的結構 你知道怎麼去拼它 OK 所以今天我們學的這一個拼音系統 是讓大家看到每一個單字之後 知道怎麼去拼這個單字 OK 那麼首先我想跟大家說明一下 越南是一個可以說是比台灣大將近10倍 將近10倍所以是很大對吧 那麼我們是比較狹長的一個地形 好 你看在這邊是越南的地圖 OK 越南的地圖是這樣子 好 那這邊就是我們的首都 我們的首都是在北部地區的 好 北部地區 OK 那我們以前這裡是皇帝住的地方 所以以前我們這裡是古的古都 OK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我們是所謂的中部 OK 然後這裡是現在的南部 南部是最發達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現在是我們的首都 首都在越南叫河內 然後這個我剛剛說是古都 它是順化 這個地方是南部地區 它是胡志明市 是最大的城市 那麼我想告訴你 這一個三個大地區是幹嘛的 很重要 是因為越南這麼大的 面積這麼大 從南到北 OK 從這樣到這邊 如果你大飛機要坐飛機的話 也要快將近三個小時才會到達 然後就像我們從台北 飛到胡志明市或飛到河內 飛到北部是飛到南部胡志明市一樣遠 所以也是將近三個小時 那因為地理位置狹長 你知道從這裡到這裡要三千多公里 所以因為這樣越南人在口音上是有分蠻多的 所以口音上分是蠻多的 所以跟越南人講話可能你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哇 口音都不一樣 那麼老師教學要教你什麼口音才是標準的呢? 好 那當然教學我會以正音為主 那正音在越文大部分 在越文大部分你聽的你會感覺的就是偏北部音的 沒錯 正音是比較偏北部音 但是不是代表北部音 北部人講話都是標準的 因為北部人也有一些人 發音一些音也是有困難的 然後北部音跟南部音差別只是在發音而已 文字上就是沒有差別一樣 只是因為我們口音是地區不太一樣 所以從南到北如果你搭你搭車其實都度火車以前 沒有快車的時候要兩天沒有三天兩夜 那現在有的時候就兩天一夜就到了 OK 那以前因為交通不發達 然後也是有這個就是交通不發達 所以人民的來往也不是那麼頻繁 所以就是因為口音差別大還有什麼地方習慣用詞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你會發現越南語 哦 為什麼同一個意思可是有兩個字不一樣 沒錯 因為有一些地方習慣用詞不同的 不過在教學的過程中我會告訴你 那麼我們一定要學正音因為正音會讓我們知道哪一個音跟哪一個音不一樣的 那不過我們學聽 聽方面當然是每一個口音你都要學對吧 要不然你只會跟講正音的人講話嗎?不可能吧 OK 所以在學習發音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是先學正音 之後如果有機會進入會話課程我們要練習聽不同的口音 那這樣子我們才可以跟任何一個越南朋友在這個對話的過程中不會有困難 OK 那所以我會教大家是以正音為主 那因為越南是這樣的一個地理位置 所以有地方習慣用詞不同 那在課堂中我會告訴大家 不過我們現在在學發音有的時候我不會特別把點出來告訴你 而是如果有機會進入我們的那個繪畫課程 我們才有機會知道同一個字可是同一個意思但是不同的文字 OK 好 那我們學這個越語的過程 我們也會發現一件事情因為我們受中國文化影響 所以我們的越南語的系統裡面也有什麼漢越詞 漢越詞是什麼 是所謂的我們接漢字過來用 直接接過來用的 OK 另一種那就是純越語 就是所謂我剛跟你講的漢南字那就純越語 OK 另外一種另外一種就是外來語為什麼有外來語呢 你剛剛有沒有注意聽我說 越南被法國殖民一百年 所以有很多東西法國那邊帶過來融入到我們那邊的生活 那我們也跟著用這些東西那我們也跟著他們把這些東西的名稱 念他們的原文因為我們也不讓他們翻譯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用原文所以他就會用外來語 所以外來語就是我們的越南語的系統裡面存在著 不過在這邊想告訴大家 越南語是單音節 所以不管譬如你看到我的名字 你看到我的越文名字 我的越文名字是這樣 好 你看到我的越文名字 每一個字其實都有相應中文的 因為越南人的名字 應該是大部分的大部分都是用漢字 所以用漢語詞的 所以我們都可以直接翻譯成中文 所以我的名字 剛剛我介紹我是從黃鳳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的名字有四個字呢 我們來看這個字是什麼 它是是 姓氏的是 OK 然後這個字呢 它是黃 好 好 這個字叫鳳 所以我每一個字都有相應中文 那我來到臺灣因為要融入臺灣這邊的習俗 所以我就介紹我的中文名字 我會說成黃鳳 但是我的本名一定要有一個T 這個字名T 所以它是四 所以我的名字叫陳氏黃鳳 所以你看我的這個姓陳 這個陳有幾個字母 你看喔 一二三四四個 這個我的姓氏叫一二三 這個叫T 對不對 有三個字母 這個我的那個名字黃的黃 一二三四五 五個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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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看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字母 這六個字母 這個不管我的名字在這裡面 有四個 有三個 有五個 有六個 不管是幾個加在一起 最後發出來 只有一個單音節 只有一個單音節 所以你看我的本名給你聽聽看喔 所以你看四個字就有四個音節 可是呢 粵語有外來語 對不對 我告訴大家外來語不受這個影響 所以外來語如果我要說巧克力好了 巧克力的越文要講 ソ コ ラ ソ コ ラ 你記得 ソ コ ラ 有三個音節 但是它只是一個單字 可是我的名字你看每一個音節就是一個單字 所以越南語 真正的越南語呢 其實是一個單音節 不管幾個字母結合 都最後發出來是一個音節 OK 你看這裡 這個字母 這個符號是這個字母本身的符號 然後這個符號是聲調符號 所以你看不管是這裡有四個字母 對吧 加上那個聲調 最後發出來只有一個音節 好 那這裡也是一樣 你看這個下面有一點也是聲調符號 這個上面有一撇也是聲調符號 你看這裡有一個像耳朵一樣 耳朵勾在他身上 那是這個字母本身的符號 可是下面這一點就是聲調符號 所以越南語的文字它會出現這些字母本身有特殊符號 然後還出現聲調符號 所以越南語的結構是這樣的特別 所以大家要學習越南語 記得最重要的是你在寫這個文字的時候 不可以把這些符號認掉 因為當你沒有這些符號 它的意思是不一樣的 好的 所以大家記得越南語的文字結構裡面 有漢樂詞 有純樂詞 還有外來語 那記得一件事 越南語是拼音文字 然後每一個單字是一個單音節 好的 所以你會這幾個基本 你了解這些基本 我們進入練習越南語的發音 那對你來說沒有那麼大問題了 好 那現在第二個部分我來介紹給大家認識的 就是29個字母 我剛剛說29個字母 那我們是拼音文字 然後我們29個字母 我告訴大家 除了29個字母就像我們每一個人一樣 有29個名稱 所以它叫單字名稱 就是字母的單字名稱 但是因為我們是拼音文字 所以我們今天所學的並不是單字名稱 而是我們要學的就是拼音讀法 29個字母的拼音讀法 為什麼我們要學拼音讀法 因為你要學會它的拼音讀法 你才知道怎麼去拼音一個單字 那越南語是拼音文字 所以你會拼音 你看到每一個字 你就能把它拼出來 OK 越南語最難的就是發音 有很多人學很久 很會讀 很會講 不是很會講 很會讀 很會寫 但是講的時候有困難 那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它發音不標準 所以發音不標準 當然是越南人聽不懂 我剛剛不是跟你說嗎 上面有這個符號 如果我沒有這個符號 OK 如果我把這個符號擦掉 我這個字會唸 真 真 真是平聲 但是如果我有這個符號 它變成真 真 真 所以它是往下 所以意思是不一樣 如果我有這一扁 這是符號 這個懸聲 那麼它的意思是成 但是如果我剛剛把這個符號 擦掉 它就變成平聲 平聲是唸 真 真 真 那這時候是什麼意思呢 是珍貴的真 珍惜的真 所以不一樣囉 所以我說過囉 我們如果發音不標準 越南人會誤會我們的意思 所以發音是比較難 所以學發音必須要花比較多一點時間 而且一定要多練習 你多練習 你就會熟悉 在越語的發音 沒有別的方法 多練習 不斷的練習 就是我們學習的重點 所以發音這個部分記得 我們一定的要看老師的嘴心 跟著發音是非常重要 當你可以掌握這個發音 你以後看到每一個單字都能聽出來 它的這個聲音是什麼 那所以今天二十九個字母在提醒大家 我們是以正音教學為主 然後我們先學的就是拼音讀法 單字名稱 今天我先不介紹 我們先學的就是拼音讀法 那今天拼音讀法 首先我們來看 我說越南語有二十九個字母 對吧 二十九個字母 其中有十二個母音 跟十七個 OK 十七個子音 跟十二個母音 你必須要知道母音是長什麼 子音是長什麼 所以我們要記得有十二個母音跟十七個子音 那麼大家看一看這邊 這邊已經有十二個母音 在我們講的裡面 第一頁就已經 第二頁就已經告訴大家 二十九個字母有分 母音的部分跟直音的部分 OK 我們先來看母音的如何發音 嗯 嗯 嗯 不 эле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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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군